你经常戴太阳镜吗 你知道为什么公共厕所要让人腿露出来吗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一个你不知道的生活常识 咖啡杯底部的凹槽是为了能够在洗完咖啡杯之后 让咖啡里面的水顺着凹槽流出来 这样可以让杯子更容易变干 也可以让冷空气在下面流通 避免倒入热饮的时候咖啡杯炸裂 买一个太阳镜 它不仅可以帮你阻挡太阳光线 还可以帮助你隐藏你的情绪 戴了太阳镜之后 只要你的嘴没有明显的表情 别人是不能猜到你的想法的 在公共厕所的隔间内部 隔板总是会露出人腿的下半截 这种设计往往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 于是在这里上厕所的人都想尽快离开 这样就增加卫生间的利用率 所有的钱里面都有一些隐藏信息 比如美元最左边的字母 外边的这一圈黑底白字的字母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张纸币是在哪里制造的了 纸币另一面的鹰的两只脚 分别抓着13只剑和一个有13片叶子的橄榄枝 这都代表着美国最初是有13个州组成的 你在给咖啡撒糖的时候是怎么撕开糖袋的呢 如果你是从最边缘的地方撕开纸带 那你的手上就会粘上糖 你应该从纸带的中间撕开 这样糖就不会撒到手上了 而且糖也不会撒得到处都是 大多数牙签背部都有一个这样的凹槽 你可以沿着凹槽把牙签掰断 然后把牙签放到掰下来的那部分上 这样就可以把牙签和桌子分开放置 比较卫生 圈尺的极尺部位有一个洞 你可以把这个洞挂在钉子上 然后测量距离 这样就不需要用两只手一起测量了 另一只空出来的手就可以记录测量数据了 这个饼干的边缘设计成花边 是为了让饼干更容易的切割奶酪 然后切割完的奶酪就可以夹在饼干之间了 大头针带的垫子常常会伴随着一个迷你版本 这是为了让你暂时存放你正在使用的针 而且这个垫子还能把针磨得更尖 果汁盒顶部的接缝 是为了防止喝果汁的时候 把果汁撒得到处都是 你也可以把果汁盒两侧的三角形揪起来 让它充当把手 当你点了披萨外卖后 你可以把披萨盒的盖子去掉 然后再撕掉披萨盒的两个角 现在将披萨盒对折 你将会得到最合适的切割尺寸 听说长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